微商代理 你就是微商 对 当时是这样的 我刚上大学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 我就会去想方设法地 想办法赚钱 然后又一次刷朋友圈 朋友圈里面发那个招商加盟 当时很流行两种口味的瓜子 然后我就想 我要不试一下吧 然后就会有人过来问 说 你这瓜子挺好吃的 在哪里买的 我说 我是在一个已经 毕了月的学长那边买的 那个毕业的学长叫什么 叫乔虎 这个名字有点虎 那么这个乔虎到底是谁呢 没错 就是我自己 另外一个号是吧 对 后来直里是包不住火的 你总有一天要被人发现的 怎么发现你的呢 我的社友 跟我两个人在宿舍里面 我就把我那个 做微商的那个手机啊 放在那个桌上 我就忘记把那个微信换掉了 我就去洗澡 我洗着洗着洗着隐隐约 我感觉我手机不停地响 生意来了吗 我社友想吃瓜子 就不停地在上铺发 发过去 他发现 他一发消息 我那个桌上就 一发消息 他感觉不对劲 不回的消息 然后就 这个时候 我洗完澡出来了 他从那个枪布 咔 跳下来 哎 巧虎是你啊 听到武侠片里面的故事 我一整尬住 我说 巧虎是我们已经毕业的学长 怎么可能是我呢 其实你是巧虎的女朋友 撒 哈哈哈哈哈 撒谎 是 他开始给我打语音电话 我很尴尬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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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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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就当响切啊 喂 我是巧虎